字幕 サブタイトル サブタイトル 作品 字幕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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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很慢耶 你在樓上幹什麼啊 是不是反悔了不敢跳了啊 膽小鬼 膽小鬼 你不敢跳的話就不要逞強了啦 怎麼了 阿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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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吧 阿勇 你還好 阿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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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没事 没事什么 你笑沉 你半夜不睡觉在干嘛 你在事 半夜少声点 面对隔壁真的 有来敲门 敲就敲吧 隔壁每天都没有澡吧 中午才看到他们出来 每天睡那么久 半夜起来运动运动也挺好的嘛 我见你东西 你先睡吧 好了 你也早点睡 明天早上我还要练球 晚安 七三 幸福的家伙 幸福的家伙 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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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师瑞玲啊 今天也要帮你们买午餐吗 阿三 今天阿诚怎么没来上课啊 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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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會憑空消失 你這麼緊張做什麼啊 說不定他半夜跑進去 阿三你在說什麼啦 阿成才不是那種人 不然我跟你回宿舍 看看阿成在不在 好啊 那一起走吧 可是不先買飯嗎 很餓耶 好啦 等我啦 阿姨 瑞琳要跟我進去喔 她要登記嗎 哎呀 變啦 變啦 怎麼這麼熟啦 阿瑞琳喔 你等一下要回去的時候 再跟我收一聲就好 好 謝謝阿姨 喔 對啦 阿姨 你今天早上有看到阿成出去嗎 沒有啊 阿成昨天下課回來之後 應該是都沒出來的啊 啊 早上也沒看到耶 欸 可是 喔 我們要進去把阿成叫醒了 他還在睡覺啦 謝謝阿姨 喂 瑞琳 你幹嘛要打斷我的話啊 呃 我們還不確定 阿成到底在哪 萬一他違反門禁呢 總之先不要讓太多人知道 比較好吧 還好吧 算了 算了 右轉上樓梯 嗯 正式的 能把男生宿舍當成自家廚房 隨意進出的 大概就只有你一個了 不要亂講啦 那是因為阿姨人很好 好嗎 欸 我們走快點啦 你就這麼擔心他喔 沒事啦 總覺得哪裡很怪 阿成平常出門的話 都會留個紙條啊 但是 應該也有忘記的時候吧 不過 瑞琳今天也好怪喔 看起來很急 也很像一直在想事情 雖然他對阿成特別關心 也不是第一天的事了 嘿嘿 反正我等一下 一定要來好好的取笑他 阿成 究竟阿成會不會在房間裡面呢 阿成 不不 阿成不在家 嘿嘿 瑞琳 你怎麼這麼著急要找阿成啊 你包包裡面裝什麼啊 禮物嗎 還是親手做的便當 還是 欸 瑞琳 你要幹嘛啊 看看從他的電腦裡 可不可以找出些線索 欸 欸 可 可 可是 他的電腦都有鎖密碼啊 而且臉書帳號什麼的 每次都會登出耶 好像每個人都要到他帳號一樣 等等 這種突然詭異起來的氣氛到底是什麼啊 瑞琳看起來也太可怕了吧 我還以為 他是因為什麼少女的理由來找阿成呢 我都搞不清楚了 欸 瑞琳 阿成沒有登出臉書喔 那不重要 先從這邊開始找好了 好像什麼都沒有耶 都是一些被標註的動態 訊息對話也都是小組的討論報告 李少成就是這樣啊 他的臉書也是我受到眾人壓迫 逼著他才肯辦的耶 以前要找他大概也只能用簡訊 或者是電話了吧 那這幾天的瀏覽紀錄呢 欸欸欸欸 等等等等 瑞琳你先等一下 我先幫你過濾一下 看會不會有不乾淨的東西 什麼 就 欸欸欸欸欸欸 不能給女生看到的啦 嗯 好像沒有 不過 昨天的記錄量也太爆炸了吧 它到底都在看些什麼啊 都是一些历史、国务之类的资料网站 而且历史这边都是一些有关于战争的资料 内容好像跟正史有点出入 这些看起来都不像是正史 应该算是历史小说之类的吧 诶,你看这一段 将军举起那块令牌 所在之处忽然射出怪异的光芒 沙场上遍地的尸体 好像与这道光芒有共鸣一般 写了剧烈的战斗 我在刺眼的光芒中 好像看见什么东西 从尸体身上分离出来后 全部朝向敌方涌去 接着我一阵腿软 就这样倒在地上不能动弹 我心想这次死定了 只好就这样躺着 但是最后 原本居于烈士的我方 竟然大获全胜 这是什么啊 这作者也把将军写得太神了吧 根本是放大绝啊 阿诚喜欢看这种夸张的历史小说 白大侠盗取的是一块令牌 从古万拍卖中买回来的那块古铜令牌 被放到大宅主人手上 突然发出光 顿时整个大宅阴风大作 诶 等一下 你刚刚看的都是不同的故事吧 对啊 这些都是各自独立的小说啊 可是都在写跟令牌有关的故事 诶 瑞玲 你看 这个长得很奇怪的部落格 阿诚有在这里留言耶 请问叙述中的那场战役 现今的确切地点是哪里 不会吧 李绍诚觉得这是真的哦 部落格主也确实回复了 这个地方 这也太扯了吧 这不就是我们学校这一带吗 真的假的啊 这里以前是战场 屁嘞 写着小说的 应该也是读我们学校的 哪个物料家伙吧 阿三 昨天晚上阿诚在房里吧 我昨晚练球到十点才回宿舍 回来 他是在家没错 嗯 我想起来 他昨天半夜一个人神秘兮兮的在整理东西 今早起来就像我说的 就没看见他了 半夜 嗯 阿三 平常阿诚放背包的地方在哪里 哦 他就放在他的床边啊 就是这里 诶 没有耶 阿诚背着背包出去了 但是 他却没有来学校 等等 我看看 这边说的确切一点的位置是 学校后山那边的老旧空屋区 诶 该不会 阿诚是跑去那里了吧 你看 他看完这个网站后 查的都是那个地点的资料 他一定是去了 不会吧 你当真哦 阿诚会去那种鬼地方 阿诚我们走吧 蛤 诶 这电脑 诶 瑞玲 你 等一下啦 没来过这里 原来这里有这么多间屋子啊 也不知道 他会不会跑到屋子里面 这样 我们是要找到什么时候啊 阿诚 会在这个地方吗 不是你在电脑看到资料后 一口咬定他在这里的吗 怎么现在又犹豫起来啦 感觉 瑞玲不那么强势了 我 反正我们都来了 就找一下再回去吧 不过 我想那个家伙 有那么夸张的洁癖 应该在这里待不久才对 嗯 李孝辰 阿诚 李孝辰 阿诚 阿诚 快给我滚出来 阿诚 李孝辰 阿诚 有听到的话 就回答我们医生 李孝辰 阿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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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沙地上有足迹耶 平常这里应该不会有人 是阿诚吧 这个足迹延伸到那间矮空屋 那屋子还是没门的那种 看着脚丫子这么大 应该是阿诚的没错 幸好这一带没有长什么草 留下这么清楚的痕迹 那还等什么 赶快进去找啊 嗯 芮林 你别跑那么快啊 好冷 这个地方怪阴森的 虽然我不太相信什么神鬼之说 但还是不知不觉会想些有的没的 回去问问阿诚 有没有看到鬼吧 阿诚 阿诚 找到了吗 阿诚 阿诚 谢谢啊 呃 阿诚 你 啊 嗯 天亮了 阿诚 你快把我给吓死了 李孝辰 你是有什么毛病啊 外宿也不先说一声 唉 不是 宿舍有床天舒服得很 你不要 跑到这鸟不生蛋的地方睡觉 那个时候很累的 哇靠 很累 还有精力把你睡的地方扫干净再睡喔 你方言两公尺是一尘不染的耶 唉 算了算了 不吐槽你这个大姐屁了 你给我和瑞琳好好交代清楚 我们找你找那么久 简讯或纸条也不留一张 你们 怎么找到我的 是瑞琳从你的电脑查出一些线索 我们才会跑到这里 不然 我本来是想要放生你 让你直接变失踪人口 阿诚 对不起 我擅自用了你的电脑 嗯 李少臣 你 不会是真的跑来这里找什么 令牌 嗯 可是我来的时候 发现这里已经被人翻过了 蛤 被翻过 你一定是误会了 应该是有人在这里办试胆大会 弄出来的痕迹吧 谁跟你一样无聊找神戒令牌啊 难不成 你真的相信小说上面写的 他拥有召唤冥界大军的威力吧 哇 拜托 现在有什么时代啦 对啊 阿诚 而且 这边怎么可能 会有人来嘛 可是 刚才外面 我的确看到第二种投机 鞋印很明显不同 但是瑞琳 她是没有发现吗 还是不以为一 那块链牌 是我们李家的 呃 你说那个可以召唤死人的神主牌 是你家的 是啊 你看连你都笑了 少在那边 又不是拍什么电影 那种东西怎么可能存在 其三 是真的 就算是真的好了 就这么刚好是你们家的 我不相信 你还记得我们家的事吗 你们家 是军人世家 嗯 所以呢 这块链牌 据说有种力量 可以召唤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你不要说 你们家是靠这个打仗的吧 不敢说全部都是靠这个 但是我爷爷 还有过去几代祖先 之所以可以在人数悬殊 不利的战役中打胜仗 有很大的原因 是与这块链牌有关 你说是传家宝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传下来的 我不清楚 但我想 应该不出东州春秋上下 而最后有见过的 可能是我爷爷 害东州时期 那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会不见 这个我不清楚 哎 反正不见不是失传了 就是和你爷爷一起带进土里了 没有什么关系了啦 对啊 令牌不见了 不是很好吗 没有人知道在哪里 不就什么事情也没有了吗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毕竟从网路上就能查到的资料 难说没有有心之人 刻意去寻找 那很危险 危险 等等 应该不会有人把那种 小说里写的令牌当真吧 有 又在我眼前 不只有我 其三 总之我必须快点找到 等等等等 现在被你说的好像是真的一样 我说的是真的 好 所以找到那个 顶多也是好好安放在你家 继续做传家宝 还有其他作用吗 为什么会有人要找 你的亲戚 好 真是累死了 我们是为了写小说亲自跑来场坑的考察 对吗 回去了啦 瑞琳你怎么了 阿三 阿三 我想也许和古董买卖有关 那 的确 如果真的是阿诚说的东周就有的东西 可能真的就值一大笔钱了 如果真的那么值钱 那十之八九是被你爷爷藏起来了 我怎么想也不觉得会是在这种 离老家几百公里的我们大学的后生 除了钱 他还有力量 嗯 所以如果被恐怖分子找到 整个国家可能就见面了 这是我家的东西 我不能眼睁睁的 看着他被心疏不正的人给利用 唉 没想到 李少诚你是入戏这么深的人 你不相信我 也不是这么说啦 只是什么东周的传家宝物 召唤死人复活这种事 普通人怎么可能马上就接手啊 好啦 话说回来 阿诚 你之后不要再这样人间蒸发了 这样我们会不知道你在哪里 为什么 还问为什么 你这样也不告知医生就乱跑 很让人担心耶 总之 找到了就好了 阿三 你就别再怪阿诚了嘛 你还帮他说话 也不想想到底是谁急得要死 阿三不要乱讲啦 白痴 谁叫你睡在地上 拿去 天色也渐渐暗了 我们早点回去吧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阿诚 阿诚也像往常那样在房里 不是打打电脑 就是在念书 有一次 我又好奇阿诚的电脑记录了 趁他去上厕所的时候偷看 但 都是一些跟学校报告有关的资料 没有异样 他要出门的话 也像往常那样都会留张纸条 折得好好的 出门也先扫个地才会出去 但 我总觉得 还是有哪里和以前不同 我也说不上来 奇怪 今天阿诚的课比我还晚吗 是出去吗 没有留纸条啊 问一下瑞琳好了 瑞琳 你今天有见到阿诚吗 我才想问你说阿诚回宿舍了没呢 所以说瑞琳也不知道阿诚的行踪 喂 阿三 你说阿诚还没有回家哦 对啊 刚刚我打电话给他了 可是手机都没有回应 说不定只是报告讨论比较久 等等就回来了吧 再说阿诚也不是小孩子了 要是他一不见我们就找得天翻地覆 好像也说不过去 因为他有前科啊 也是啦 那阿三你再看一下他的电脑 没办法哦 他连电脑一起带走了 那这样根本就没有线索 大概不会出了什么事吧 阿三我们赶快去报警 你会不会太过担心啦 而且好像要等人失踪48小时 才可以报警 真的吗 那这样怎么办啊 万一阿诚遇到什么坏人 他会不会 瑞琳你先别哭啦 说不定跟上次一样啊 阿诚根本好好的没事 真的吗 你要相信他没事 先去休息吧 好吧 我再试着联络他 再见 晚安 不小心就弄哭他了 瑞琳每次提到阿诚 就这么激动 不过 照阿诚的个性 他今晚一定又睡在什么奇怪的地方 每次都这样独来独往 都不管别人 又来了 又是这种感觉 最近 那个梦做得也太平凡了 会不会只是我练球太累了呢 好难受啊 瑞琳也是 阿诚也是 都变得好奇怪 都变了 就好像 好像他们一样 好像那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简讯 别担心 李绍成是有病 自己搞失踪也不说一声 只会叫人别担心 手机又没回应 喂 阿三 是不是有阿诚的消息了 他传简讯来 他说什么 别担心 然后呢 没了 什么 既然他叫我们别担心 我们就跟往常一样去学校上课吧 我怎么可能有心情上课啊 那你就自己瞎操心吧 我要去上澡吧了 我到底在干嘛 是瑞玲 找到阿诚了 我们在宿舍 阿三你快回来 找到就好了 是有什么急事吗 帮他们带个便当好了 还要为早上道个歉 阿三 阿三 干嘛 你有看到阿诚吗 这两天都没有看到他 我跟他住同一个宿舍 当然有啊 两个不重要的家伙 不用知道阿诚的事 啊 我也想跟阿诚住同一个宿舍 这样就可以跟他幸福的腻在一起 还可以看到他睡觉的样子 最近上课都没看到他 我的心里好空虚哦 我需要阿诚来把我孤单寂寞的心填满 两个三八女 你们家伙就是为了跟我分享你们的妄想吗 啊你手上提那么多便当是要去哪里啊 只要带去给阿诚吃的吗 那我也要去 跟他们说实话绝对没有好事 没有啦 就是帮球队的人买的 是哦 那你有看到吴瑞玲吗 那家伙今天也没有来耶 他该不会又跑去黏在阿诚身边吧 不 他凭什么 对啊 论脸蛋 长得又没有我正 而且每次讲话都招小声的 是讲给谁听啊 蚂蚁吗 对啊 他又不是阿诚的女朋友 哇 天啊 这两个人真是够了 哎阿三 你要是有看到吴瑞玲 你叫他给我离我们的阿诚远一点 对啊对啊 你们又不是李孝晨的女朋友 我干嘛帮你们做这种事啊 散巴女 臭阿三 阿三你要多少钱提到我 还有我 哎 你很贱耶 都自己来 拜拜 哎哟 Flex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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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少诚 你闹够了没啊 阿三 阿诚从早上开始就不说一句话 我怎么叫他都不理我 就只是一直坐在那里 李少诚 你是在 齐三 我去了那里 哪里 我们 必须要回去了 哪里 你知道的吧 我不知道啊 哪有什么地方我们要一起回去的 我一直都是和我奶奶住在台北的 齐三 跟我一起回去 我们要回到那栋旧楼 那里是一切的开始 又要找的消息 还有关于你的事情 什么旧楼啊 我才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不要再装了 每次你说谎的时候 都会把拳头握得很紧 回去吧 王八蛋 回个屁 根本没有那种地方 齐三 我不要去 齐三 便当 你早餐没吃吧 我一路用跑的过来 可能洒了一点出来 我的那份 你们看着办吧 瑞琳 早上的事对不起 我的口气 很不好 阿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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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阿翔 是阿翔啊 怎么了 看起来走路心不在焉的 没有啦 只是在想点事情 你现在要去哪里啊 我刚刚去接我妹妹下课 阿珊 好久不见了 原来是小夏 我还以为是阿翔在外面劈腿的美女呢 哥哥你劈腿 我要跟大嫂说 好啦 我们要回去咯 嗯 再见 喂 阿珊 下礼拜一 你会来练球吧 嗯 会吧 嗯 那下礼拜见咯 小夏拜拜 阿珊拜拜 拜拜 拜拜 最近 特别想念奶奶 虽然还没有学期末 但 好想回家 阿珊 阿珊回来咯 多谢你的便当啊 啊 嗯 阿公是没听到 你笑诚出门也不关电脑 真浪费电 这是什么 这张照片 我为什么要这样逼我 李少誠 你是個大混帳 你去尋你的寶就好 關我什麼事啊 這真的是我看過最爛的手段 我不會去 不會去就是不會去 奶奶 我好想你 你走了之後 我就一直試著更堅強 我以為那些都過去了 為什麼還是 奶奶 我回來了 好久沒有回來 灰塵都厚厚一層了 很冷 你為什麼在這裡 把窗戶關起來 很冷 李少誠 你是怎麼進來我家的 廚房那邊的門沒鎖 竟然忘了鎖 七三 我們回去 我知道目前這裡沒有住戶 你的房東還沒把這裡租出去 在這之前還是讓你持有鑰匙 講不過你 早上我不是已經跟你說得很清楚了嗎 你只是一直在逃避事實而已 那些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了 我還要面對什麼 你難道不覺得奇怪嗎 你是說你神出鬼沒還會到處睡覺 睡覺的時候方圓二十公尺是乾淨的嗎 非常奇怪 七三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 當然 我當然知道你在講什麼 我不會回去的 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為什麼 你要我講什麼 你為什麼不跟我回去村子 回去那棟樓 為什麼要回去 到底要幹嘛 突然回去到底要幹嘛 煩不煩啊 我根本不懂 為什麼要逼我 我殺了他 我殺了他 你沒有 有 不是你把他推下去的 我知道 你不知道 七三 你 你不知道 就是我 他那天從樓上跳下來 就是我叫他跳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的 我殺了他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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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三 我要弄清真相 真相就是我是個不折不扣的殺人兇手 那天你根本不在場 事情發生的那天 還有別人在舊樓 你在說什麼 我相信 阿勇他在笨 也不會從那麼高的地方跳下來 可是我親眼看見啦 他是跳下來的 然後 然後就在我的眼前 對不起 對不起 我真的沒有想那麼多 如果 阿勇他不是自願跳下來的呢 阿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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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經把這痛苦背在身上 九年了 跟我回去 我們要弄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 九年 這個揮之不去的噩夢 已经救年了 他终究是个梦 现在我们要面对的 是真相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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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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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